公車到站身穿橘色衣服的女子 跟著其他人一起下了車 接著消失在鏡頭中不知去向 已經整整48小時了 她現在在外面 沒有錢吃飯 喝水 天氣有這麼熱 70多歲的老母親 一字一句說出心中最深的擔憂 女兒失蹤後 夫妻倆堅持在公車沿途停靠站 來回徒步尋找 已經兩天沒合眼了 她回來也很少 三天多 就是不超過4點就對了 39歲的小慧是漫飛天使 表達能力不好 平日住在台中智障家長協會 每週五都會沿著固定路線回家 五年下來沒有出過差錯 沒想到24號那天 她一如往常要回家 卻搭錯車 沿路來到國光客運總站 台中接領站 接著在下午4點半 搭上55號公車 最後在豐原客運總站下車後 往豐原廟東方向就人間蒸發 小慧失蹤時身上沒有帶手機 只有一本協會的聯絡簿 社會局加上交通局全體動員 甚至連廣播電台也一起幫忙找人 父母操碎了心 只希望有好心人士看見她的身影 能夠打通電話給小慧的爸媽 讓寶貝女兒回家團聚 記者陳孫李雲傑 台中環境報導